剛剛這首歌唱的 我們就談到 妳有男朋友嗎 沒有 沒有 有男生喜歡妳嗎 有男生喜歡妳嗎 不知道 不知道 那妳應該有 不好意思說 就不好意思說 因為爸爸媽媽在現場 對 爸爸媽媽怎麼認識的 就是 之前媽媽她在做問卷的時候 然後 爸爸坐在她的旁邊 然後她就看著媽媽 然後爸爸覺得媽媽很漂亮 所以爸爸就搭上媽媽 真的 爸爸很有勇氣 這個問卷問的代價太高了吧 這個很多市場問卷 妳喜歡什麼 市場調查 結果爸爸就看上了媽媽 對 這是爸爸給妳講 還媽媽給妳講的 爸爸 爸爸給妳講的 妳家裡有幾個小朋友 就妳一個 還有誰 還有弟弟 還有弟弟 兩個表妹 對 是 兩個表妹不在妳 是 表妹不是媽媽生的 不是媽媽生的 來 我們請 洪敬堯老師請 好 宇靖 老師好 選了這一首歌 我覺得第一個 老師要說妳的LED燈 很特別 謝謝老師 而且 有加分 妳的聲音是很有聲音 妳聽得懂嗎 對 好 聲音其實它就是 就是聲音的一種親切度 就是人家聽了 會覺得妳的聲音很圓潤 很好聽 那這個就是妳的優勢 我覺得妳今天唱這首歌 有一個地方 老師可以欠一下 就是說妳是不是可以把它再 調再弄高一點 因為妳唱的歌 因為這個歌用了好多低音 妳的低音有點下不去 比較可惜 第二個建議就是妳中間有加了一首 日不落 對不對 這是九令的歌 我覺得妳可以把九令的這個歌 唱一兩句在裡面 我覺得這次會很好 會讓這個歌更跳出來 更加分 不然妳肩奏那邊過長 太長 對 對 有點長 妳會站在台上好像 除非妳又設計一段舞蹈 是很吸引人的 就是比妳平常跳的這個 都還要再多一點 那才會讓我們 把這個歌跟舞連貫在一起 這個是給妳的建議 謝謝老師 好不好 特別也要講一下子昀 老師 對 我覺得妳是 唯一有本事可以在台上 可彈呼吸的 而且還不會被淘汰的 而且還加分 對 因為妳很直接 但是其實藉這個機會 也跟三個小朋友講 就是妳們通常都有一個預備拍 在第一句的時候 就會特別地用力不穩 這是很多小朋友都會 因為妳們可能已經在期待要唱 所以妳們不知道那一種 可能聽節拍的方式 所以妳們都大概會有 一 二 三 這裡要唱 所以在那個地方 其實有時候妳們就要注意一下 不要唱得太重 就很像唱歌的感覺就好了 因為我們的麥克風會加重 如果你唱很大聲 它其實就很大聲 就自然就好了 好不好 不過妳們今天表演都很棒 加油 謝謝老師 謝謝老師 陳怡基老師請 怡基 妳在家有常運動嗎 要睡覺的時候 阿公都會叫我做仰臥起座 仰臥起座 和練肺活量 對 我剛剛看妳那個動作跳舞 那個跳舞就是表示妳有在運動 運動也不錯 其實整體的配合我覺得是不錯 小孩子就像這樣子 其實可以慢慢來不要緊 因為小孩子 你不要要求他太多 一點一點加上去 他會更好 對不對 上面都還表現不錯 是 但是還有第四位 沒錯 四位就是 更厲害 魔王級的 魔王級 對 今天有帶自己的舞群來 對 來 介紹四號 請